对于神玄机让自己带上所有太虚圣位前往原始大陆这件事情 白领感到十分疑惑和不解 太虚圣位乃是天帝的私人护卫 同时也是天帝手中最尖锐的一柄刀 太虚圣位的整体数量规模并不多 即使是在最巅峰的时期也不会超过150人 所有成员的修为都在不朽进层次之上 他们的选拔标准极其严格 所有成员都是在天庭五大军团内经过精挑细选 然后接受考核被派去执行各种各样的危险任务 这些任务中就包括渗透修炼界各大霸主及势力 套取重要情报 以及单独斩杀准递进生灵乃至递进生灵 能被天帝从数以十万计的军团内亲自挑选出来 这无疑是极大的荣耀 只是由于考核任务的高危程度 很多优秀的选拔者都死在了执行任务的过程中 这也是太虚圣位数量稀少的原因 而那些最终通过考验加入太虚圣位的 无一例外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擅长各种领域 在相互配合之下的情况下 甚至只需要十几乃至几名成员 就能轻易覆灭一座霸主及势力 他们在天庭的地位极其特殊 只听命于天帝 除此之外 任何人都无法命令他们 哪怕是白灵 神玄机和天翼等五位封皇级强者 想要调集太虚圣位 也需要得到天帝的首肯 或者是天帝提前交代 就像现在这样 神玄机之所以能够调动太虚圣位 并非来自他玄黄或者是天庭太父的权力 而是皇天时代终极决战结束后 天帝曾经亲自交代过 按照天帝的命令 他不在位的期间 所有太虚圣位 全都要听从神玄机的调遣 而从皇天时代封印下来的太虚圣位 除了两位统领 成员数量一共还有108人 修为境界正好对应着天庭的36封侯 以及72位封号将军 如此规模数量的太虚圣位 整体实力无疑是极其可怕的 在不算上白灵 天翼等五位封皇级强者的情况下 108名太虚圣位 加上两位统领 能够轻易碾压八王率领的天庭部众 所以在白灵看来 拥有这般恐怖战力的太虚圣位 在这样的局势下 本应该留在荒谷大陆征战 为天庭积攒底蕴和力量 为终极决战做准备 可是现在 神玄机却要让他的灵声和昆鹏皇 带上天庭三分之一数量的强者 以及所有太虚圣位前往原始大陆 这很难让白灵不感到疑惑 莫非原始大陆近期有大战发生 或者说是天帝的轮回身有危险 也许和混沌谷域有关 一旁的昆鹏皇略微思索了片刻 对身边的白灵和出了自己的猜测 混沌谷域受到天帝规则压制 任何进入混沌谷域的生灵 都会被压制到同一境界 而太虚圣位的成员 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绝大部分太虚圣位 在同境界下的战力 都不属于天丹王他们 进入混沌谷域几乎能够横扫一切 昆鹏皇抚摸着下巴 斟酌着说道 尤其是阿九那家伙 恐怕也只有陛下能吻压他一头 进入混沌谷域完全就是无敌的存在 再加上预烟的破旺天童 嘖嘖不愧是玄黄 天庭资源缺乏的麻烦 直接就给解决了 话到此处 昆鹏皇脸上已然充满了笑意 只要天庭不重修炼资源的问题解决了 很多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你是说旁边的天一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惊喜之色 我说 你们两个在打什么哑谜 都被神玄机这家伙给传染了吗 白灵握紧拳头 狠狠瞪了一眼昆鹏皇和天一 听到这话的两人顿时无奈地耸了耸肩 解释道 神玄机是在打混沌谷域的主意 小白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封印我们的混沌鲜水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当然记得 封印我们的混沌鲜水 就是陆哥哥从混沌谷域 说到这里 白灵瞬间就明白了 天一和昆鹏皇的意思 他看着眼前面带微笑的两人 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不会吧 神玄机那家伙 难道是想打神魔巢穴的主意 他确定不是在玩火自焚 话不能这么说 神魔巢穴虽然危险 但也要看具体位置 核心区域的母巢 我们或许不能触碰 至于外围区域和内围区域吗 昆鹏皇笑呵呵地说道 在皇天时代终极决战之后 陛下就已经探查清楚了 神魔巢穴内围区域的大部分情况 而玄皇从那时候就开始布局谋划 到现在为止 绝对已经掌握了 神魔巢穴外围区域的大部分情况 我们只需要逐一击破就可以了 我想 哪怕是太古时期残存下来的神魔 也绝对扛不住所有太虚圣位的围杀 说到这里 昆鹏皇情不自禁舔了舔嘴唇 脸上笑容也随之变得更加灿烂起来 太古时期神魔的栖息地 几乎都是天然的洞天福地 里面的珍稀宝物无数 昔日陛下只是剿灭了内围区域 和外围区域十几个神魔栖息地 得到的混沌鲜水 就足够封印天庭十万精锐 如今 我们虽然无法与陛下的无敌战力比肩 但剿灭四五个神魔 栖息地 还是没问题的 到时候得到的资源 至少能维持天庭一年 乃至数年的消耗 那还等什么 现在就去调集太虚圣位 出发前往原始大陆 白灵性格最为急躁 听到昆鹏皇的解释之后 当即就要去调集太虚圣位 直接开启传送阵 前往原始大陆 别急 神轩机刚才不是说了吗 天香已经从原始大陆那边过来了 大概很快就能抵达我们这里 等她将剩下事情安排好之后 我们再 喂 你们两个 没等天一 将话说完 一旁的白灵和昆鹏皇的身影 就已经消失了 剩下天一孤独地站在大殿内凌乱 一脸都无语 天香这丫头 真是说来就来 同一时刻 原始大陆 太虚天公资源大殿内 我靠 天帝竟然将混沌古域 残存神魔封印帝的具体位置 全部标注出来了 她到底是什么时候深入的混沌古域 我怎么不知道 望着资源大殿四周墙壁 描绘有关混沌古域的详细地图 炼妖狐整个人双眼瞪大 用一种不可置信的目光 看向老黄 大哥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炼妖狐试探着询问道 资源大殿的情况 实在是有些出乎她的预料 天帝不仅留下了大量高品界的 珍稀丹药和灵器 甚至还将混沌古域的详细地图 描绘出来的 标注了混沌古域中心区域 几乎所有残存神魔封印帝的位置 除了资源大殿入口一侧的墙壁上 另外三面墙壁上 分别描绘着混沌古域核心区域 内围区域与外围区域的详细地图 这三张地图上 甚至连各大神魔封印帝的危险等级 都标注出来了 分别是低危 中危 高危 以及禁忌 值得一提的是 混沌古域核心区域的整张地图上 都标注了禁忌二字 字迹鲜红如血 仿佛刚刚才描绘上去的 与之前天地书房内的血色丝线 如出一辙 除此之外 每一处神魔封印帝的旁边 还标注了一个数字 大致的意思应该是 这处神魔封印帝残存的神魔数量 陆清晨随意扫了几眼 发现标注低危的神魔封印帝旁边 数字几乎都是一 也就是说 这处神魔封印帝的神魔数量 只有一位 只有极少数标注低危的神魔封印帝旁边 数字为二 而标注中微的神魔封印帝和标注高微的神魔封印帝 旁边的数字就比较有趣了 要么只标注了一个数字一 要么就是五以上 尤为特殊 至于标注极微的区域 也就是混沌谷域最核心的区域 则是没有标注数字 只有几根血色丝线组成的感叹号 警告陆清晨几人 千万不要去混沌谷域核心区域 我也不清楚 不过根据时间节点 这些地图应该是皇天时代那场终极决战结束后 才描绘出来的 因为在皇天时代那场终极决战爆发之前 我曾经来过资源大殿 当时太虚天宫资源大殿内的东西很少 大部分资源都在天庭的藏宝库内 除此之外 当时资源大殿的周围墙壁上 也没有混沌谷域的地图 更没有这么多高品质的丹药和灵器 甚至连地品丹药都有不少 他说这番话要表达的意思很明确 那就是 天地并没有直接陨落在皇天时代的那场终极决战中 大战结束之后 天地甚至重新返回了太虚天宫 描绘了混沌谷域中心区域的详细地图 炼制了诸多高品质的丹药和灵器 留给将来的天庭传人 天地竟然没有陨落在皇天时代那场终极决战中 听到这话的陆卿尘一脸愕然 他盯着眼前面带微笑的老黄 诧异地询问道 既然天地没有陨落在那场终极决战 那他 这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那场终极决战太过惨烈 原始大陆阵营一方的高端战力 几乎战死了九成 我和老妖当时也因为伤势过重 而陷入了沉睡 而等我们再次从沉睡中苏醒的时候 皇天时代已经过去了 天庭早已不复存在 天地也没有了踪影 最终剩下的 只有这座被设下阵法封印的太虚天宫 以及天地和邪灵大陆那位无上 主宰同归于尽的传闻 老黄瞥了一眼练妖狐 面不改色地解释道 后者文言则是赶忙点了点头 十分配合地复合道 大哥说得没错 等我们苏醒过来的时候 皇天时代已经结束了 只剩下这座太虚天宫 和天地陨落的传闻 陆卿成微微点头 他抚摸着下巴 脸上浮现出一抹思索之色 连你们都不知道天地的行踪吗 天地可能也从皇天时代封印了下来 恋妖胡怂怂间 语气随意地说道 反正结局就两种 要么陨落了 要么还活着 倘若天地还活着的话 大概率是进行了自我封印 或者是去追逐那更高的境界去了 一旁的老皇也是补充道 天地自我封印的概率很大 如果他真的选择自我封印 那应该是在等待机会 当然了 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接下来要走的路 天地既然选择为传人留下这么多资源 那就不能浪费他的一片苦心 你目前最应该做的 是考虑如何借助天地留下的资源 最大程度的提升实力 以及进入圣王路之后 又该怎样将收益最大化 老皇没有在有关天地结局的话题上多聊 而是选择转移话题 提到了原始大陆 接下来很快就要开启的圣王路 古往今来 圣王路开启 一直都是修炼界最大的圣会之一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在圣王路脱颖而出 登顶圣王大卫的妖孽 只要中途不陨落 最后几乎都能成长为 修炼界最顶尖的强者 这其中就包括皇天时代的天地 荒谷时期的道武先尊 两位盖世强者 都是在圣王路结束之后 才迅速崛起 最终凭借一己之力 扭转整个战局 而根据一些古籍上记载 圣王路内部最大的机缘造化 也就是天地本源的洗礼 其浓郁程度 和每个时代 进入圣王路的 生灵整体战力有关 包括每一个时代 圣王位的数量 也和进入圣王路的 生灵整体战力有关 这些隐秘 在绝大多数传承悠久的事例内 都有记载 例如荒谷时期 道武先尊所处时代的圣王路 就很好地解释了以上这一说法 那一时代的人族和万族 都处于崛起阶段 诞生了数量极多的天才妖孽 无数顶尖强足的天才争锋 最终以道武先尊为首 九位妖孽登陵圣王位 且都从天地本源的洗礼中 得到了极大好处 还有皇天时代 也是天骄并起 妖孽争锋的时代 除了天地以外 那一时代 还有着神玄机 天一和昆蓬皇 这样的超级妖孽 或是天道传承者 或是纯雪石兄后裔 最终圣王位的数量 同样是九位 所有圣王 也都从天地本源洗礼中 得到了天大好处 如何将圣王路收益最大化 听到老黄的话 陆卿尘不禁陷入了沉思 刚才他已经从炼妖狐口中 得知了圣王路的诸多信息和隐秘 自然能明白老黄的意思 老黄 你的意思是 看着眼前一脸微笑的老黄 陆卿尘顿时就明白了 感情对方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了主意 很简单 既然天地本源洗礼的浓郁程度 与这一时代 进入圣王路的天才妖孽的 整体实力有关 那直接提升一些天才妖孽的实力 不就行了 看着一脸诧异和疑惑的陆卿尘 老黄脸上 不禁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你不是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吗 天地留下的资源这么多 你自己一个人是肯定用不完的 为何不帮助他们一起提升实力 帮助他们一起提升实力 看着老黄脸上 那意味深长的笑容 陆卿尘挠了挠头 有些不太好意思的说道 这样不太好吧 老黄你不是说天庭 还有许多强者 从皇天时代封印了下来吗 我要是将这里的资源都用掉了 那他们 他话语中的意思很明确 身为天地传人 当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 天庭既然有诸多强者 从皇天时代封印下来 那太虚天公内的资源 应该要留一部分给他们才行 毕竟太虚天公内的资源 和他没有半分关系 都是昔日天庭无数人的努力 才换来的结果 不用管他们 太虚天公既然被称之为天地府邸 无疑是属于天地一个人的 而你身为天地传人 那这里的一切资源 自然都属于你 任由你来支配 老皇摇了摇头 诗笑道 况且 以天庭的底蕴 是有专门的藏宝库的 用来提供天庭百万大军的消耗 昔日天地虽然在太虚天公内 册封过天庭诸多王侯 但终究是属于他的私人府邸 太虚天公内部的一切资源 也都是天地搞来的 与天庭其他人无关 一旁的练妖狐 也是点点头 补充说道 大哥说的没错 天庭以往征战的战利品 都会上缴天庭的藏宝库 由天部和地部统计之后 再按照功劳进行分配 规矩十分严格 即使是五皇八王级别的强者 也都必须遵守规则 倘若分配的资源不够他们修炼 就得自己去想办法赚取资源 当然这种情况 只是存在于极少数时候 以天庭占据的浩瀚疆域 以及征战多年的积累 在绝大多数时间里 天庭诸多将士 都是不缺少资源的 闻言 陆卿尘这才打消了心中的顾虑 他环顾着资源大殿内 无数高阶丹药和灵气 嘴角就差点到耳根了 哪怕是已经见过 无数珍惜宝物的他 也不得不承认 天地的收藏实在是太丰厚了 丰厚到让他难以置信 九转生死丹 天魂溶穴丹 金乌神阳丹 镇命兵魂丹 风魔燃寿丹 资源大殿内存放丹药的区域 诸多地品丹药 被陆卿尘一一认出 他一一分辨着这些 地品丹药的种类 脸上笑容愈发浓郁起来 能被称之为地品丹药的 毫无疑问 都是出自地品炼丹师之手 陆卿尘万万没想到 天地除了那一身滔天的战力 竟然还精通炼丹之术 且达到了地品 不仅如此 天地甚至还精通炼器 镇法等诸多法门 且都造诣极高 在这座资源大殿内 他至少看到了 五件数量以上的巅峰准地兵 以及无数券镇图 镇图的具体品阶 他倒是没有去探查 不过从资源大殿内 存放的这些丹药 和灵器的品阶来看 镇图的品阶 想必也不会低到哪去 丹药上且还有一些王级的 例如画龙蕴仙丹 乃是增强尊武 巅峰境界生灵抵运的 极品丹药 采用画龙仙叶 原水三叶莲 以及地心炎灵浆等诸多 珍惜灵药炼制而成 可谓是万金难求 除此之外 品阶最低的丹药 都是不朽圣丹 从这一点很明显 就能看出来 天帝炼制的王级丹药 都是为传人准备的 否则以天帝的高度 它的收藏中 根本不会出现王级丹药 而放置镇图的那片区域 经过炼妖湖和老黄的一番探查 发现果然全部都是高品级镇图 和天帝比起来 天镇大帝 简直就是个诈 接连探查了七八卷镇图后 陆卿尘嘴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则则 这么多地级镇图 天帝也真够厉害的 不知道是他自己开创的 还是从别处地方收集的 随意探查了一下 放置镇图的区域 练妖湖也是忍不住感慨了几句 这片区域 除了准地镇图 就是真正的地级镇图 连不朽镇图 几乎都很少看到 这要是放在外界 绝对会让修炼界 所有灵阵师眼红 甚至是掀起一场 灵阵师之间的大战 当务之急是提升实力 镇法一到后面 有的是时间研究 老黄大秀一挥 直接将这片区域的 镇图全部卷走 在陆清晨和练妖湖 疑惑的目光下 他笑呵呵地解释道 最近心血来潮 突然就想研究一下镇法了 反正这些镇图 你们现在也用不着 我参悟完就放回来 顺便帮捷天教和摇制圣地 布置几座防御大镇 闻言 陆清晨顿时眼神一亮 那可太好了 之前天鱼大哥和大长老 还商量着 找高品阶灵阵师 布置一座护教大镇 老黄你要是有空的话 就布置几座防御大镇呗 之前黄天鱼和大长老商量 布置护教大镇这件事情 陆清晨一直没有忘记 如今老黄主动提起 他自然也就不客气了 以老黄半步永恒境的修为 布置的镇法 最起码也是地级 如此一来 捷天教和摇制圣地 也就不用再担心 势力内诸多弟子的安全问题了 这个好说 布置镇法的材料 这里有很多 等离开太虚天宫之后 我就帮摇制圣地和捷天教 布置几座镇法 老黄十分爽快地 答应了陆清晨的请求 身为一尊活了无数年的神器 他同样精通炼丹 镇法和炼器等各种领域 布置几座地品防御大镇 对他来说并不难 咦 不对啊 我记得天地昔日 炼着不少几道武器啊 这资源大殿内 怎么才有两件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 炼妖狐盯着放置 灵气区域中心的几张石桌 微微皱了皱眉 地剑 地铠和地关都不在这里 如意盗袍和玄金神甲也不在 只剩下万道图和太虚塔了 炼妖狐环顾了一下四周 发现只有两张石桌上 放置着几道武器 分别是天庭的万道图和太虚塔 最强大的地剑 地铠和地关 则都不在这里 应该是留给天庭其他人了吧 原始大陆 本就卧虎藏龙 又有邪灵大陆虎视眈眈 天地留下一些后手也正常 老黄用手抚摸着下巴 随意扫了一眼前方几张空空如也的石桌 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不出意外的话 之前宇天焕他们袭击圣佛宗 身上应该就携带了地剑 地铠 或者地关中的任意一种 否则以圣佛宗的古老底蕴 再加上那几尊佛道古尊的强悍战力 他们要想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 将之斩杀 必然耗费大量时间 从而引来诸多敌人关注 从宇天焕袭击圣佛宗 斩杀两尊古尊敬大佛 以及重创另外四尊大佛 再到天庭小队所有成员安然撤退 实际上所用的时间 只有一刻钟不到 剩下的时间 他们几乎全部耗费在抢夺资源上面了 而根据老黄和炼妖狐的观察 那天晚上 圣佛宗的六尊古尊敬大佛 是携带了极道武器的 再加上拥有整个西佛域 无数生灵信仰之力的加持 整个原始大陆中 几乎没有几人能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将之斩杀 尤其是当今时代的天地规则不全 无论多么强大的生灵境界 都会被压制在古尊境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在圣佛域的地盘上 迅速击溃圣佛宗的六位顶尖高手 同时斩杀两位古尊大佛 即使是老黄也没有把握 而与天换身为天道圣尊 巅峰时期的战力 也才勉强能与绝顶大地抗衡 实力与老黄比起来 可谓是相差甚远 他要想迅速击溃 携带了极道武器 并且有信仰之力加持的 圣佛域六位顶尖强者 也只能依靠地剑 地铠和地关 这三大至宝中的任意一剑了 那挺好的 既然天地已经为天庭其他人留下了后手 那我也就不用去担心了 对于天庭最强大的地剑 地铠和地关 没有出现在资源大殿 陆卿尘倒是没有太在意 毕竟在进入资源大殿之前 他就从老黄口中得知了 黄天时代的天庭众人 大概率封印了下来 那天晚上 袭击圣佛宗的神秘组织就是最好的证明 以天地强大的布局能力 和堪称变态的推演手段 自然不可能对封印下来的天庭众人做事不管 留下一些底牌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这不 地剑 地铠和地关三大至宝 就被天地留给了天庭众人 包括如意道袍和玄金神甲 整个资源大殿内的极道武器 只有太虚塔和万道图 但即便如此 陆卿尘也依旧心情舒畅 他快步走上前 将石桌上的那座暗银色小塔拿起 仔细观察了片刻后 又拾起那张巴掌大小的万道图 嘴角就快脸到耳根了 不愧是天地 一个人竟然炼制了七大极道武器 果然够豪横 把玩了一回太虚塔和万道图 陆卿尘将两大极道武器重新放回石桌 有些疑惑地问道 话说极道武器不是很难炼制吗 必须度过地境天节才行 天地是究竟是怎么做到 炼制这么多极道武器的 这有什么难的 只是炼制极道武器而已 别说是天地了 就算是我想要炼制 也很简单 听到这话的炼妖狐耸了耸肩 很干脆就解答了陆卿尘的疑惑 准地兵想要蜕变为极道武器 确实需要经过地境天节的淬炼 但到了我们这一层次 有太多办法引起天节了 炼制一些普通极道武器很简单 真正难的 是炼制出强大的极道武器 炼妖狐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指了指石桌上的 太虚塔和万道图 继续解释道 例如地剑 地铠和地关强大 但比起原始大陆那些霸主级势力 所谓的底蕴 简直强大了太多 甚至可以说 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例如九天商会的聚宝盆 和落宝铜钱 天妖皇朝的天妖帝己 大眼皇朝的大眼圣炉 都只是最普通的极道武器 还有你们截天教的四项圣灵塔 一族的破天弓 炼妖狐一口气举了好几个例子 且大部分涉及到的 都是原始大陆位列一流的霸主级势力 包括两大皇朝和七大帝族 假设两位普通大帝交战 一方使用的是破天弓这种普通地气 另一方使用的是太虚塔 或者万道图 那后者必然吻胜 与低境界的武者一样 几道武器对地境生灵的帮助 同样堪称巨大 一位掌控太虚塔的普通大帝 甚至能够直接打碎 破天弓那样的垃圾地气 炼妖狐黑黑一笑 将一族的破天弓 贬得一文不值 对于陆卿尘和义无杀 在摇池圣地爆发冲突这件事情 他自然是知道的 不仅如此 以他的消息渠道 原始大陆近期发生的重要事情 几乎都了如指掌 贬低一下异族 让陆卿尘开心一下 倒也不错 尽管对他这等级别的强者来说 这样贬低一座霸主及势力 有些不太合适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这番话说的没有错 和太虚塔万道图比起来 异族的破天弓 确实就是垃圾 老妖前辈还真是幽默 果不其然 听到这话的陆卿尘 立刻就被逗笑了 他咧了咧嘴 玄机似乎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 脸上笑容 顿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照你这么说 捷天交的四项 圣灵塔岂不是也 那不是重点 练妖狐一脸正色道 重点是你以后 可以不用再顾忌得罪谁了 除了邪灵大陆 和原始大陆 及少数几座势力 其他霸主及势力的天才 只要招惹了你 直接揍 哪怕是杀了也没关系 包括中州那七大帝族之人 关于陆卿尘 在天地观战场 与武军和风无痕等人 发生冲突这件事情 炼妖狐和老黄第一时间 就知道了 也清楚陆卿尘当时心中的顾虑 怕给捷天交 招惹强敌 否则 以陆卿尘那强势的性格 当时必然会对武军的队伍成员出手 哪还会有后面 一连串的麻烦事 嗯 等进入圣王路之后 就清散 陆卿尘微微点头 他当然明白 炼妖狐话语中的意思 既然已经得到了 太虚塔和万道图 这两大几道武器 那就不用再像之前那样 顾虑太多了 畏手畏脚 着实有些不太符合他的性格 武道修炼 本就要念头通达 否则很容易诞生心魔 他之前容忍风无痕 和武军的挑衅 只是因为 捷天教示弱 怕给捷天教 招惹来大麻烦 如今得到天地传承 两大无上地气在身 一些事情 当然要清算 当然 除了太虚塔和万道图 两大几道武器之外 资源大殿的另一样宝物 同样也赋予了 陆卿尘极大的底气 甚至可以说 直接弥补了捷天教 和摇尺圣地 高端战力的缺失 这是天地炼制的灵偶 将石桌上的太虚塔 和万道图收好 陆卿尘转头 看向资源大殿 最后两块区域 语气里 带着一丝询问之意 在他视线所及之处 两块区域内 分别放置着 大量暗银色圆盘 和几个巴掌大的灵偶 对于暗银色圆盘 具体是合物 陆卿尘并不是很清楚 但那几个五颜六色 且只有巴掌大小的人形灵偶 他一眼就认出来了 之前 在天祖域的远古战场历练时 他曾在天阵大地 附属宗门留下的遗迹内 得到了几个灵偶 名为无尽战偶 这类秘宝 对使用者的 修为没有任何限制 只要往灵偶内 注入灵力 便能激活 在关键时刻祭出 往往能够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是极少数 能够与替死符 相提并论的保命神物 只不过 这类秘宝的炼制方法 相当复杂 且对材料的要求极高 偌大的修炼界内 唯有极少数势力 或者种族 才掌握着炼制的方法 有能力炼制出这类秘宝 通常来说 掌握着这类秘宝 炼制方法的势力 或者种族 炼制出来的灵偶 基本上都是给势力内的天才 作为保命之物 而不是当成一座 势力的底蕴 保留下来 因为炼制这类秘宝 对炼制者的要求非常高 纵然放眼当今时代 整个原始大陆 也只有寥寥几座势力 能够炼制出高品阶的灵偶 而剩下的那些势力 虽然掌握着灵偶的炼制方法 但由于势力内 缺少强大的炼器师 和灵阵师 也就只能炼制出一些 低品阶灵偶了 例如之前陆清晨 在远古战场那座遗迹 得到的无尽战偶 别看品阶不高 只堪堪达到了 王者净战力 但想要炼制出 那样的无尽战偶 至少需要一位 圣级炼器师 和灵阵师 联手炼制才行 而以天地的无上修为 除了一些特殊丹药之外 有资格 被陈列在资源大殿的宝物 品阶至少都是 不朽层次之上 这里的绝大多数宝物 甚至都达到了准地品阶 所以 陆清晨看到这几个灵偶的时候 都不用去仔细探查 就能猜到这些灵偶的级别 必然是不朽镜层次之上的 珍贵灵偶 能直接提升一座 势力的高端战力数量 能被放置在这里 当然是天地炼制的灵偶 老黄随意扫了一眼 那几个五颜六色的灵偶 笑呵呵地说道 这些灵偶 都是用极为珍惜的 仙晶材料炼制而成 内部转刻了无数阵法 五行灵偶的品阶稍低 单独击回一个 灵偶的话 应该都能发挥出 一节准地的战力 如果同时催动五个灵偶的话 有希望斩杀三节准地 抗衡一尊四节准地 所谓三节准地 便是古尊镜强者 突破到准地镜之后 度过了三次天节 四节准地 则是度过了四次天节 在修炼界 一节准地到三节准地 被称之为初节准地 四节到六节准地 被称之为中节准地 三节准地和四节准地 看似只差了一次天节 但这其中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前几次天节 都只是针对肉身 而第四次和第七次 则是涉及到了元神 其蜕变程度尤为明显 单独击活一个灵偶 战力就能媲美一尊一节准地 听到老黄的话 陆清晨差点没把眼睛给瞪出来 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五行灵偶 整个身躯都开始微微颤抖起来 天地炼制的五行灵偶 数量一共有五个 分别拥有着金 木 水 火 土 五种属性的力量 倘若老黄说的是真话 那陆清晨就等于是 直接多了五个战力堪比一节准地的大手 而且是完全听话的那种 真是好东西啊 盯着灵偶许久之后 陆清晨摇晃了一下脑袋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他强忍着心中激动和亢奋的情绪 转头看向老黄 咧着嘴问道 老黄 你说这些灵偶加起来 能不能灭掉中州的那些霸主级势力 比如星辰神殿这样的 势力内没有及到武器镇压抵运 文言 老黄略微思索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单凭五行灵偶的话 想要灭掉星辰神殿的难度很大 老黄看了一眼五行灵偶 解释道 星辰神殿的极道武器虽然遗失了 但护教大阵可是真正的地级灵阵 除非复苏极道武器 强行击破他们的护教大阵 否则单凭这几个灵偶 很难攻破一座 拥有地级防御灵阵的霸主级势力 星辰神殿 中州的顶尖霸主级势力之一 也是整个原始大陆 唯一一座没有几道武器镇压抵运 仅凭自身硬实力 就能击身一流霸主级势力之列的强大势力 陆清晨之前 在远古战场那处一记内得到的 无上神通斋星手 就是来自星辰神殿 据说将斋星手修炼到七转之后 能轻易撼动一颗星辰 仅凭肉身之力 就能拍死一位不朽进层次的强者 这倒也是 星辰神殿在修炼界传承了这么多年 如果只是激活几个灵偶就能灭掉的话 那也太废了 陆清晨抚摸着下巴 目光在五星灵偶上略微停顿了片刻 旋即投向了另外两个灵偶 和五星灵偶比起来 另外两个灵偶的外观明显要更加精致一些 应该也更加强大 其中一个灵偶呈现黑白二色 踢表流淌着淡淡的阴阳之力 躯体上转刻着无数玄奥的法则符文 另一个灵偶则是整体呈现暗银色 手持一柄漆黑长枪 没有任何法则力量流露出来 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人偶 而非一尊战利堪比准递进强者的珍贵秘宝 老黄 这两个灵偶叫什么 激活之后有多强大 我想应该要比五星灵偶更强吧 陆清晨不懂就问 他虽然有老黄这等级别的至强者亲自教导 知晓修炼界诸多隐秘 但归根结底 也只是一个踏上五到一两年时间的小舞者 单论眼界和阅历 他远远比不上老黄和练妖狐这种活了无数年的超级神器 例如眼前的这两个灵偶他就从未见过 太虚战偶啊 天庭大名鼎鼎的太虚战偶没有听说过吗 不带老黄开口 一旁的炼妖狐就已经忍不住了 他指了指那个暗银色的灵偶 泽泽说道 太虚战偶 也是修炼界目前出现过的最高品级的战偶 我记得皇天时代 天地正道之后一共炼制了两个太虚战偶 没想到其中一个太虚战偶竟然被他留在了资源大殿 太虚战偶 陆卿尘仔细回想了一下 发现自己好像从哪里听说过太虚战偶 至于具体在哪里听说的 他已经不记得了 太虚战偶 修炼界古往今来出现过的最高品级的灵偶 拥有近乎不死的躯体和持久作战能力 只是短暂的几秒钟时间 陆卿尘就回想起了太虚战偶的传闻 以及原始大陆无数舞者对他的评价和描述 当即脸色一变 内心瞬间狂喜起来 太虚战偶 这可是一尊真正的大地境灵偶 天地竟然将之留在了资源大殿 陆卿尘双拳紧握 神区微微颤抖着 那张清秀的容颜上浮现出激动和亢奋的表情 他死死盯着眼前那个暗银色的持枪灵偶 连呼吸都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嘿嘿 这玩意儿可是真正的好东西 整个灵偶的躯体都是用仙精炼制而成 坚不可摧 即使是一尊真正的大地境强者 大概率也不是太虚战偶的对手 一旁的练妖狐 看到陆卿尘这副模样 顿时黑黑一笑 继续解释道 太虚战偶的躯体 是由虚无之石和神圣白金两大地品材料炼制而成 前者具有虚无的特性 能够免疫几乎一切法则和大道的力量 后者则是诸多地品仙精里最丰锐的一种 能轻易切割绝大部分种类的地品仙精 破坏力极其强大 但凡修为处在大地境之下的生灵 无论是哪一种族 挨上一击都是致命的 虚无之石 神圣白金 听到炼妖狐的这番解释后 陆卿尘的脸色再次变换了一下 同时心里对这太虚战偶的实力 也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 对于虚无之石和神圣白金 这两种地品仙精 他那是再清楚不过了 不仅是因为这两大地品仙精的珍贵和罕见 更多方面是这两大地品仙精都和他有些关联 虚无之石就不用多说了 那是修炼虚无圣魂大法 炼制虚无分身必须的主材料之一 至于神圣白金 陆卿尘则是在天刀邪黄的前肢上见过 对方直接将神圣白金融入了躯体 强化那一对宛如闸刀的前肢 仿佛两柄天刀 全力爆发之下 甚至能短暂地斩断时空 那这太虚战偶手中持握的黑色长枪 难道是采用吞噬仙精炼制 没错 吞噬仙精加上神圣白金 这也是太虚战偶 为何会被世人誉为 修炼界第一强大灵偶的原因 炼妖虎点微微汗手 对陆卿尘的猜测表示肯定 太虚战偶躯体内部和那杆长枪 都转刻了大量阵法 在战斗中能自动汲取能量 来补充自身消耗 这样一来 不仅节省了大量的珍稀资源 还极大提升了灵偶的持续作战时间 简直堪称鬼斧神功 说起太虚战偶 炼妖弧心里那叫一个佩服 能将灵偶炼制到如此强大的程度 古往今来也唯有天地一人能够做到了 法则和大盗之力几乎能够全部免疫 破坏力也是普通大地中的佼佼者 且能够在战斗中自动汲取能量补充自身 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作品 唯一的缺点就是 太虚战偶没办法施展功法和神通 只能依靠三大地品 先经内部蕴含的大盗之力 以及先经的特性来进行战斗 虽说凭借虚无 风锐和吞噬的特性 太虚战偶在战斗中能压制绝大多数普通大地 但如果面对的敌人是绝顶大地 巅峰大地这等级别的顶尖强者 或者是精通速度 时间等大到的普通大地 那太虚战偶就有些不够看了 暂且不说 对方躯体淬炼的早已不弱于先经 但是速度这一方面 绝顶大地和巅峰大地就超越了太虚战偶太多 真要战斗起来 太虚战偶甚至都触碰不到对方 唯一的缺点就是 速度上稍微弱了一些 如果再融入一块时空道石的话 这玩意儿甚至能和巅峰大地抗衡 练妖弧的语气有些惋惜 它对太虚战偶 其实是抱有很大期待的 只可惜 时空道石实在是太过珍贵 无数岁月以来都难以寻到几块 皇天时代的天庭 曾经倒也得到过几块时空道石 但都用去帮助老黄提升实力了 所以才导致天帝没办法练制出 最完美的太虚战偶 相比较其他先经 时空道石确实要罕见许多 这玩意儿只是一块拳头大小 就需要孕育至少百万年 老黄瞥了练妖弧一眼 淡淡说道 这要是放在以前 想要寻找一块时空道石 几乎难如登天 但是现在的话 应该没有那么难找 混沌古域的任何一处神魔封印地 几乎都是天然的洞天福地 珍惜宝物无数 那里面的仙晶材料数不胜数 如果运气好的话 应该能找到一些时空道石 另外 我听说九天商会五天后 要举办一场拍卖行 具体地点目前还没有确定 根据他们透露出来的消息 这次拍卖的宝物中 就有一块时空道石 包括吞噬仙晶 和一枚不朽神胎 闻言 一旁的陆清晨 当即点了点头 时空道石和吞噬仙晶 都是极其罕见的仙晶 必须要拿下 不朽神胎更是如此 拿下那枚五行属性的不朽神胎 是陆清晨一开始 就已经决定好的 这样的天地奇真 需要无数岁月才能孕育出来 其价值不是零食和不朽物质 能够衡量的 没有理由错过 也许他自己用不上 那枚五行属性的不朽神胎 但完全可以拍下来 给身边的人使用 比如玉山 柳言 和莫子渊等人 他们修炼的功法 都和五行属性有些关系 且境界都不是很高 尤其是柳言 天赋资质虽然不错 但和顶级的天才比起来 还是有着不小差距的 如果能炼化一枚不朽神胎 即使是不完整的尾 不朽神胎 也能逆天改命 跻身天赋资质最顶尖的那一列 天骄妖念 老黄说的没错 天地既然选择 留下了这么多珍惜资源 应该是推演到了一些东西 或许有些宝物不是留给我的 而是为其他人准备的 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 陆清晨更加坚定了 自己内心的想法 正如老黄所说 这么多珍惜资源 他一个人根本用不完 不如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 一起提升实力 不谈别的 至少要让他们有足够的实力 活过接下来的乱世 而不是成为乱世的炮灰 死得毫无价值 走吧 资源大殿的宝物 大概就这些了 我们去藏经阁看看 我记得天地正道之后 搜集了不少古方秘法 地宝和异兽精血搭配在一起 能衍生出诸多奇效 包括淬炼肉身血液 重塑骨骼经脉 提升天赋资质 滋养灵魂先台 老黄扫了一眼资源大殿 最后一片区域的那些暗银色圆盘 笑着解释道 至于这些暗银色圆盘 都是天地炼制的传送阵盘 名为太虚阵盘 这玩意儿激活之后 能瞬间传送到修炼界 任何一处地方 甚至是荒谷大陆 但前提是你得搞清楚 这些暗银色圆盘激活之后 能瞬间传送到修炼界任何一处地方 闻言 陆清晨不禁张大了嘴巴 他愣愣地看着眼前那数量 多达一百以上的太虚阵盘 震惊地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这玩意儿能传送到荒谷大陆 大约过了几秒钟之后 陆清晨的情绪才逐渐恢复平静 他转头看向老黄 询问道 我听说破戒符能够直接破开大陆避障 将使用者传送到邪灵大陆 这太虚阵盘可以做到吗 他想起了之前灭天组织几位成员联手 营救九天商会三大会长之一 谭台胜的那一晚 天机殿的那位巅峰古尊强者 当时若不是自爆了准地禁弃 且又携带了破戒符这样的保命神物 那一晚必然会陨落 这种消耗类宝物被称之为顿天符的升级版 号称能够破开大陆避障 只要使用者愿意 甚至能够传送到邪灵大直超过了市面上 几乎所有一次性消耗类服录 并且除了用来保命之外 破戒符还能用在大规模战争中 无论是骑袭还是暗杀 破戒符都拥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用途极为广泛 所以那一晚从黄天愚口中得知 这一消息后 陆清晨对破戒符就一直眼馋得很 想要搞上几枚 只可惜这玩意儿太过珍惜 原始大陆几乎所有霸主及势力 都将之奉为至宝 连号称大陆第一商会的九天商会 都没有售卖 不曾想今日在太虚天宫看到了天地炼制的传送阵盘 且按照老黄的说法 激活太虚阵盘能直接传送到荒谷大陆 珍贵至极 太虚阵盘当然可以传送到邪灵大陆 这可是天地亲手炼制的 蕴含虚无和时空的力量 传送期间甚至能够屏蔽一切生灵的探查 不待老黄开口 一旁的炼妖狐就忍不住开口解释道 不过还是别拿破戒符来碰瓷太虚阵盘比较好 那玩意儿稀少是真的 但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 最多只能传送到邪灵大陆避障之外 根本没办法突破邪灵大陆的避障 炼妖狐的语气里带着一丝鄙夷 显然是瞧不起破戒符 对他这一层次的至强者而言 破戒符毫无作用 而天地炼制的太虚阵盘 却能给他带来极大的帮助 两者高下立判 这样吗 那岂不是说 只要我想去荒谷大陆 现在就可以了 听到这话的陆清晨 顿时眼睛一亮 对于传闻中的荒谷大陆 他还是十分向往的 那是道武先尊 曾经和祖龙 元凤 以及史麒麟交手的战场 万千强大种族灵力 群雄会翠 堪称精彩绝伦 尽管因为天地规则的压制修为 无法突破准地境 但荒谷大陆年轻一代的天才妖孽 的确超越了原始大陆太多 几乎能看到师兄的所有族群 就连天地曾经都称赞过 荒谷大陆是 年轻天骄历练的最好去处 没有之一 这也是为何历代圣王路结束后 道武先苑都会在原始大陆 招收一批新学员 然后送往荒谷大陆 也就是道武先苑的起源地学习 历练 在荒谷大陆 能学到的东西太多了 那里没有人皇宫 没有任何的规则束缚 想要拥有话语权 就只能靠拳头 温室里的话 多经不起风雨的摧折 无论是那一时代 能成为这强者的生灵 哪一个没有经历过无数厮杀 都是从尸山血海中爬起来的 手上沾染了数不清的鲜血 可以倒是可以 但我不太建议你 现在就去 老黄摇了摇头 笑呵呵地解释道 荒谷大陆 确实要比原始大陆更加精彩 彼此之间的竞争也要大得多 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以你目前的战力 进入荒谷大陆历练的死亡率 不会低于九成 那里的生灵 可不会像在原始大陆一样 和你讲什么规矩 以大气小的例子 每天都有 即使是一些来自霸主 及势力的年轻天骄 也不敢独自在荒谷大陆行走 都是有护道者跟随 否则的话 很容易被人盯上 杀人灭口 夺取资源宝物 一旁的炼妖狐 也是点了点头 最好还是等圣王鹿天帝 本元洗礼结束之后 那时候你的战力 将会迎来一个质变 双极境再加上你所领悟的法则 也许一跃而成圣境 都有可能 说完 炼妖狐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又补充了一句 我听说圣王鹿结束的七日后 道武仙院就会开启 到时候会面对 整个原始大陆招收学员 送往荒谷大陆学习 历练 到时候 你完全可以借此机会 直接前往荒谷大陆 文言 陆清晨微微点了点头 嗯 有道理 老黄和练妖狐说的没错 以他目前的战力 去了荒谷大陆 就是最底层的那一批人 在不动用击到武器 和进气的情况下 死亡率极高 毕竟他可是早就听老黄说过 荒谷大陆 是圣境生灵魔力的最好去处 在没有小圣境战力之前 还是乖乖修炼比较好 以他的天赋资质 再加上双极境和万道天宫 战力达到小圣境 指日可待 不出意外的话 圣王陆天帝 本元洗礼结束之后 他就能够与小圣境强者交手了 甚至能抗衡大圣 想到这里 陆清晨不禁暗自感慨一生 踏入极境领域的好处 虽说在突破极境的过程中 经历了数次生死危机 但得到的回报 也是千倍万倍 对了 那个黑白灵偶名为 阴阳双生傀儡 激活之后 战力不弱于巅峰准地 算是天地炼制的所有灵偶中 仅次于太虚战偶的最强灵偶 指了指眼前区域摆放的灵偶 和太虚阵盘 老黄转头看向资源大殿的出口 陈生说道 这些灵偶你都收起来吧 太虚阵盘也是 如果可以的话 尽量拿几个 给你身边的人防身 不久前 我夜观星象 推演了一次命运长河 发现最近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不太平 你最好提前做一些准备 老黄这番话说得十分隐晦 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他不久之前 确实推演了一次命运长河 但绝非口中所说的 不太平那么简单 那是乱世开启的征兆 而这一点 与陆卿尘身边的人有关 代表他身份的那一颗星辰 染上了一抹蟹影 而这颗星辰旁边的一颗小星 正在逐渐暗淡下去 嗯 我会的 陆卿尘微微汗手 没有任何要去追问的意思 他很清楚 推演命运长河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即使是老黄 这样的治强者也不例外 既然对方没有选择明说 而是隐晦地提醒他 必然是有一些忌惮的地方 除非踏入真正的永恒境层次 否则无论是谁 都要被天地规则限制 推演命运 本就是逆天之举 更别说泄露天机 改变命运的运行轨迹 老黄 报给老爸他们送些资源过去 应该没事吧 将太虚战偶和五行灵偶 尽数收入储物空间之后 陆卿尘大秀一挥 直接卷走了二三十个太虚阵盘 同时将目光投向老黄 询问道 这个你放心 只是送些资源而已 不会有什么事 老黄笑了笑 干脆利落地答应了下来 等去完藏金阁和后花园 你可以挑选一些 适合他们的修炼资源和宝物 到时候 我和老妖帮你送过去 老黄并没有去询问陆卿尘 关于陆长廷和龙峰等人 如今所在的位置 而是直接给出了承诺 事实上 以他现在的境界层次 想要在原始大陆找几个人 还是相当简单的 哪怕对方特意隐藏了气息行踪 那就麻烦你们跑一趟了 陆卿尘笑着说道 没有任何跟老黄客气的意思 后者扫了一眼资源大殿 略微沉吟了片刻后说道 我和老妖之前 在邪灵大陆 和老妖一起斩杀了三尊地境邪灵族强者 一共得到了三份完整的地境邪灵本源 其中两份地境邪灵本源 分别是来自九亿天雷敖和雷霆祖师 其中九亿天雷敖的本源 我已经答应拿出来 给原始大陆年轻一代的天骄增强抵御 分配名额的人选待定 另一份雷霆祖师的本源 原本是打算给你的 但现在看来你应该不太需要 不如就让老妖赠予你父亲 我记得他走的是雷霆大道 闻言 一旁的练妖狐顿时眼睛一亮 他悄悄对老黄竖起了大拇指 咧着嘴说道 还是大哥考虑得周到 既然你已经得到了天地传承 那自然也就不太需要 这雷霆祖师本源 将它给你父亲是最好的选择 这合适吗 听到这话的陆清晨挠了挠头 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还有不少事情需要麻烦你们 这是陆清晨的真心话 他是真的有些不好意思 收下这份礼物 一份地境邪灵本源何等珍贵 那可是需要斩杀一尊 真正的邪黄级强者才能获取 即便是老黄和炼妖狐 费尽心思也才得到了 三份地境邪灵本源 现如今按照老黄和炼妖狐的意思 摆明了 就是要将三份地境邪灵本源都交给他 整得陆清晨这等厚脸皮的人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如果说从天地的资源大殿内 挑选一些宝物送去的话 陆清晨倒是没什么心理负担 毕竟他现在已经是天地传人 拥有对这些资源的支配权 可是那三尊地境邪灵本源就不一样了 是属于老黄和炼妖狐的战利品 也不好意思全都收下 更何况在这之前 炼妖狐还送了他一块准地巅峰品街的阴阳锁 要不是那块阴阳锁护住灵魂石海的话 他也许都死在天刀邪黄的刀下了 有什么不合适的 就这样决定了 你不接受的话 就是不给我面子 炼妖狐可不管陆清晨怎么想 他大手一挥 直接就帮陆清晨做出了决定 开玩笑 要不趁着现在多送点好处 以后想送都送不出去了 没看到天地留下了这么多资源和宝物吗 况且 这还是只是区区一个资源大殿的收藏而已 炼妖狐身为十大上古神器之一 老黄最好的兄弟 对皇天时代的天地那是相当了解 太虚天宫真正的好东西 绝对不止这些 不出意外的话 真正的顶级宝物 应该都在天地的私人后花园内 包括那几株珍贵的地药 以及无数奇珍异兽 对炼妖狐而言 地药什么的都还好 毕竟到了他这一层次 地药已经没有太大作用了 他真正看中的 是天地后花园内的那些奇珍异寿 以及滋味号称灌绝古今的上古五珍 除此之外 也就只有陆清晨之前的那块阴阳道石 能让他感到激动和亢奋了 与那块阴阳道石比起来 地药邪灵本源 简直就是垃圾 不用跟老妖客气 地药邪灵本源 虽然还算珍贵 但对他来说 真没什么用 不如赠予你父亲 还能得一个人情 瞥了一眼练妖狐 一旁的老黄也是帮忙劝说了一句 见老黄都这么说了 陆清晨也没有再推辞 当即点了点头 那好吧 麻烦老妖前辈了 不麻烦 不麻烦 待会我和大哥 就帮你把资源给他们送去 送完之后 再参无大道 练妖狐白白手 整个人眉开眼笑 搞得陆清晨都有些无语了 他着实不太理解练妖狐的行为举止 走吧 先去藏金阁看看 不出意外的话 天地应该将那几张古方秘法留下了 最后再去后花园 等陆清晨挑选好资源大殿的一些宝物之后 老黄当即大秀一挥 大量的时空法则涌现 将三人直接传送到了藏金阁的入口处 天地的藏金阁很大 规模至少有资源大殿的十倍以上 陆清晨仰头望着藏金阁入口的牌匾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进去吧 将那几张古方秘法找到 就直接去后花园 这里收藏的经文神通数量太多 一时间很难看完 等陆清晨激活天地应 开启藏金阁后 老黄和炼妖狐的身影 直接就消失了 两大上古神器 寻找古方秘法的速度 让陆清晨感到心惊 充分理解了 何为效率 就是这些了 记载淬炼灵魂力 和重塑肉身经脉的古方秘法 以及一张记载生命净化液的配方 仅仅是几秒钟的时间 老黄和炼妖狐手中 就多了三块白玉石板 上面撰刻着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字 记载着配置这些净化液 所需要的具体材料和数量 生命净化液 适用于诸多种族生灵 需以地药为影 能够重塑肉身根骨 最大程度激活自身潜力 提升天赋资质 完成生命层次的蜕变 啥玩意儿 以地药为影 不经意间 瞥了一眼配置生命净化液所需的材料 陆清晨立刻就被地药二字给吸引住了 他一把从老黄手中拿过三块石板 仔细阅览了一会后 又还了回去 神皇地药 金乌地药 生命神果 三张配方 竟然就需要以三种地药为影 还有九色鹿和万灵龟的精血 这玩意儿 我们上哪里找去 陆清晨嘴角剧烈抽搐 差点被这三张古方上记载的天才地宝给噎死 对于老黄的提议 他还是很赞同的 毕竟很久之前 他就想过帮助身边的人一起提升实力 然而 看到这几张配方之后 他忽然就打消了 按照古方密法上记载的内容配置药液这一念头 帮助身边的人提升实力 有很多种方式 没必要自己去给自己找事 暂且不说 古方密法上记载的地药有多珍贵 但是那号称上古五真之首的万灵龟 连老黄这样活了无数年的上古神器 都没有碰到过 他陆清晨区区一个小舞者 何得何能去弄到万灵龟的精血 还有位列上古五真第二的九色鹿精血 不用找 谁说要你找了 看着陆清晨一脸惆怅的模样 老黄差点没被笑死 他瞥了一眼旁边脸色无比精彩的炼妖狐 有些哭笑不得地解释道 天帝竟然留下了这三张配方 自然也在这太虚天宫留下了配置药液所需的天才地宝 他在正道成功之后 就自己搞了一个后花园 在里面养了大量奇珍异寿 连我都不曾去过 现在看来 当时的他 或许早就将整个修炼界搜刮了一遍 连上古五真之首的万灵龟都寻到了 听到这番话的陆清晨嘴角再次抽搐起来 他用手扶住额头 一脸无奈地说道 老黄 真要按照你这么说 天帝岂不是在后花园养了万灵龟和九色鹿 以及三株地妖 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 万灵龟和九色鹿难不成还活着 虽说万灵龟兽园几乎无限 但九色鹿和其他奇珍异寿 应该早就死透了吧 他实在是有些忍不住想要吐槽 曾经在他心目中 那盖世无敌的天帝 竟然还有着这样一面 如果说将地妖 万灵龟和九色鹿养在后花园 是为了帮助他这个传人提升实力 那老黄口中的奇珍异寿 又是怎么个回事 难道说 天帝真的就强大到了如此地步 能推演到他未来传人的性格和喜好 所以才在后花园养了这么多奇珍异寿 什么后花园 听老黄这意思 分明就是一个巨大的养殖场 陆清晨心中暗自嘀咕 同时目光迅速扫过藏金阁的各处角落 寻找着自己感兴趣的神通和经文 死不了的 太虚天宫的时间流逝本就缓慢 和外界几乎相差了百倍 这里过去一百天 外界才过去一天 再加上生命神术和不朽物质 提供了大量生命精华 哪怕是一头猪都能活上百万年 更别说那些奇珍异寿了 老黄笑呵呵地解释道 对于天帝和太虚天宫 落大的修炼界内 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昔日天帝铸造这座灰红宫殿时 他曾经帮忙铭刻过时空法则符文 很清楚 这里的时间流逝比外界缓慢 尤其是后花园和修炼室 时间流逝的速度 几乎只有外界的三百分之一 堪称真正的天宫一日 外界一年 对外界而言 皇天时代距离新古时代 至少超越了三千万年 而对太虚天宫的后花园来说 也就过去了三十多万年而已 妖兽异族的寿元 本就要长于人族 万灵龟和九色鹿 这样的特殊灵兽 更是寿元悠久 三十多万年的时间 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太长 还远远没有到寿元的极限 老黄甚至怀疑 这一切都是天地早就算计好的 从铸造太虚天宫开始 迄今为止 过去了如此漫长的岁月 后花园的那些奇珍异寿 如果没死的话 规模数量绝对超越了一开始的十倍 甚至是百倍 也就是说 那时候天地如果养了两只万灵龟 那现在也许有两百只 三百只 或者更多数量 这种灵兽 在整个原始大陆 都异常罕见珍惜 对生长环境的要求十分苛刻 除了极为浓郁的灵气之外 周围还必须有大量的灵草灵药作为食物 然而 具备这等条件的环境 往往都会吸引大量人族 或者是妖兽前往 万灵龟前期生长的速度又很缓慢 几乎没有任何战斗力 很容易就会被当成食物吃掉 这也是万灵龟为何会如此稀少的原因 而天地将地药栽种在后花园 必然囤积了大量不朽物质 和混沌鲜水作为养分 如此日积月累之下 后花园的灵气浓郁程度可想而知 绝对超越了寻常的洞天福地 这样一来 后花园诞生大量万灵龟 也就很正常了 灵气如此浓郁的环境 加上这么漫长的时间 哪怕天地最开始 只养了两只一公一亩 万灵龟的数量 最起码也有百来之了 时间阵法 大量不朽物质 和混沌鲜水 加上地药 这哪是什么后花园 分明就是天地的私人养殖场 文言 练妖狐忍不住感慨一声 饶食他活了无数年岁月 也比不上天地的这番骚操作 这么多年 简直是白活了 大哥 我们现在就去后花园吧 藏经阁的事情 待会再说 练妖狐转头看向老黄 一对眼睛雪亮雪亮的 在得知 记载三张古方秘法的石板 被天地留在了资源大殿之后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前往后花园一关了 没问题 我也早就想去看看了 万灵龟 泽泽 这玩意儿 我找了无数年都没找到 今日倒是可以如愿了 老黄微笑着说道 就在话音落下的瞬间 一条空间通道 瞬间被开辟了出来 他大秀一挥 直接将正在寻找 神通经文的陆清晨 和炼妖狐 一起传送到了后花园 我靠 老黄你倒是慢点啊 我的一气化三清 和天地熔炉 老黄突如其来的操作 使得陆清晨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出现在了后花园的入口 他一脸无语地看向老黄 脑海中全部都是一气化三清 和天地熔炉等 几门天地开创的无上神通 那些神通经文又不会跑 先看看后花园到底有些什么 看着老黄和炼妖狐 一脸期待的表情 陆清晨也只能暂时放弃 藏经阁内的神通经文 随着他激活天地印 三人也十分顺利地 进入了天地的后花园 下一刻 一道凶猛雄魂的龙银声 在耳边炸响 仿佛晴空惊雷 使得陆清晨脸色骤变 好 什么鬼 这里哪来的混沌吞天龙 一头庞大的混沌巨龙 龙驱矫健 绵延数十里长 通体漆黑如墨 唯有一对龙铜金灿 宛若两轮大日 闪烁着射人的光芒 威风凛凛 横跟这方天地中 看着眼前突然闯入的三个陌生人类 这头庞大的混沌巨龙 顿时愤怒地咆哮起来 雄魂的龙银声响彻天地 化为漆黑的阴波涟漪扩散 汹涌而狂暴 仿佛怒海狂掏 有趣 竟然是一头大地劲的混沌吞天龙 炼妖狐饶有兴致地 看着眼前这头庞大的混沌巨龙 那张俊美的脸上 有惊讶之色闪过 他是真没想到 天地竟然在后花园养了一头龙 而且还是号称 祖龙之下第一龙的混沌吞天龙 即使距离荒谷时期 已经过去了无数岁月 龙族依然屹立不倒 在当今时代 无论是原始大陆 还是荒谷大陆 龙族都是最顶尖的霸主及势力之一 底蕴身厚 强者无数 尤其是由六块大陆碎片 组成的荒谷大陆 最富饶的那块大陆碎片 也被世人称之为太妖狱 就一直被龙族占据着 而炼妖狐口中的混沌吞天龙 正是龙族三大纯雪龙族之一 也是三大纯雪龙族中 最强大的一族 混沌吞天龙生来 就掌握着混沌和吞噬 两大横骨法则 同境界的战力 几乎超越所有种族生灵 号称能够吞噬天地 破灭万物 如今荒谷大陆的第一霸主 及势力祖龙朝 其名面上的执掌者 就是混沌吞天龙一族的 至强者之一 一身实力强大到可怕 在被天地规则压制的荒谷大陆 对方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 唯有凤凰族 麒麟族和道武仙院 等寥寥几位之强者 能够与之匹敌 抗衡 强大到几乎无敌的个体战力 再加上祖龙朝的身后底蕴 以及黄金帝龙 和蔑氏黑龙族 两大纯雪龙族的辅助 使得混沌吞天龙一族 无人敢招惹 根据修炼史册上的记载 混沌吞天龙一族 是荒谷大陆迄今为止 没有任何势力种族 敢猎杀的超级族群 也正因如此 这一族的神通宝树 从未在修炼界流传过 外界流传的真龙宝树 通常都是指 黄金帝龙一族 和蔑氏黑龙族 所以 此刻炼妖狐看到这头 庞大的混沌吞天龙时 心里才会感到十分震惊 他是真的没想到 天地养了一头混沌吞天龙 在后花园 而且 从对方的地境修为来看 在混沌吞天龙一族 必然也属于辈分极高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诞生于荒谷时期 和祖龙是同一时期的真龙 还好不是无上巨头修为 否则还真有些难缠 面对这震天动地的真龙吼 恋妖狐脸上的表情 没有任何变化 他转头 看了一眼旁边眉头微皱的老黄 见对方没有要出手的意思 才对着前方一直点出 哄 只是刹那间 一根粗壮无比的黑白手指 就凭空凝聚了出来 仿佛晴天巨著一般 通体浮温密布 散发出的阴阳之力浓郁到连虚空都被消融 磨灭 阴阳指 看着凭空凝聚的那根黑白手指 陆卿尘当即就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淡金色的眼眸中有浓浓的震惊之色浮现 对于无上神通阴阳指的大名 他自然是早有耳闻的 虽说其威力无法与阴阳宝平印相比 在神通榜上的排名也相对靠后 但依旧凌驾于原始雄观九大无上神通之一的阴阳掌之上 因为之前得到了炼妖狐 其实并没有太在意 认为修炼这两门无上神通可有可无 功勋点多的话再考虑兑换 然而此时此刻 当他看到炼妖狐施展阴阳指 才明白将一门真正的无上神通领悟到极致有多么强大 这完全和排名无关 他几乎敢肯定 哪怕是处在同一境界下 对方施展的阴阳指的威力 也能碾压他施展的阴阳宝平印 这是两人对阴阳大道感悟程度的差距 不是无上神通的排名和数量能够抹平的 即使炼妖狐只会这一招进入圣王怒 也能力压无数人夺得圣王大位 当然了 以上这一切都是基于两人境界相同 且不施展其他手段的情况下 倘若除了境界以外 没有任何规矩限制的话 炼妖狐在王者境层次 还真不一定是陆卿尘的对手 毕竟炼妖狐对阴阳大道的感悟在强大 王者境层次能发挥出来的威力也有限 而陆卿尘身为踏入双极境领域的生灵 哪怕不施展万道天宫 也能越阶斩杀巅峰皇者抗衡圣境强者 巨大的黑白手指横跟天地 犹如晴天巨主般 一眼望不到尽头 其散发的阴阳之力更是恐怖到了极点 使得陆卿尘只是看了几眼 就一阵心惊肉跳 去 随着炼妖狐一声低吟 阴阳指瞬间朝着混沌吞天龙碾压而去 所到之处虚空消融 湮灭 一切都被瓦解 好 在炼妖狐施展的阴阳指面前 那投龙区绵延数十里 混沌吞天龙也是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体内龙族兄弟和狂暴的血脉彻底被激活 他头上一对犹如黑金 铸造而成的龙脚 喷吐着混沌气 猙獰硕大的龙区不闪不避地迎了上去 竟是想要硬汉炼妖狐的阴阳指 我靠 别给天地的后花园毁了呀 眼看那根黑白巨指和混沌吞天龙就要碰撞上 陆卿尘的一颗心几乎都提到了嗓子眼 整个人极度紧张起来 他倒不担心练妖狐会败给这头混沌吞天龙 而是担心双方交战的余波会毁了天地的后花园 虽然只是随意一瞥 但他还是看到了天地后花园内那密密麻麻的灵草灵药 品阶之高放在外界绝对都是珍惜至宝 要是毁了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 老妖别伤了他 这畜生似乎不是真正的混沌吞天龙 就在这时旁边一直沉默的老黄突然开口了 他抬起手臂 五根手指微微并拢 对着前方做了一个虚握的动作 翁随着一声轻微的翁鸣声响起 这方天地瞬间凝固 在陆卿尘震惊的目光下 老黄对着前方凭空一抓 竟是直接将那头混沌吞天龙抓到了掌心 任凭他剧烈挣扎也难以挣脱